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虽然秦权的外表并不吸引人 但他却见证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做的几件大事 这些大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就为您讲讲秦始皇与秦权的故事 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 陈列着一件中国秦代铸造的青铜器 它就是秦权 这件秦权一九六四年出土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三桥镇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它的外形呈半圆形 高三点五六厘米 底部直径为四点七五厘米 秦权的上部有一个小柄便于拿起和称凉物体 在秦权的侧壁上著有名文 这短短四十个字记录了一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 秦始皇的造书是这样 他是说秦始皇的二十六年统一了中国 也就是灭掉了其他的六国 这时候前守大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全国的老百姓很平安 很和谐 要建立和谐社会了 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制 就是车头尾 苏重文更厉害的是杜亮恒的统一 给了全国人民一个标志 在秦国灭掉齐 楚 燕 韩 赵 魏六个诸侯国之前 这些诸侯国都有各自的杜亮恒制度 这成为秦始皇统一之路上的很大障碍 事实上 早在秦始皇灭掉六国前夕 他就已经有了统一六国杜亮恒的考虑 据史料记载 在秦国大将王俭统率六十万秦军灭了楚国之后 秦始皇感到从一大业即将完成 他非常高兴 想去视察一下被秦军征服的楚国土地 然而 在他的庞大车队刚刚进入楚国境内后 就停了下来 秦始皇急忙问属下出了什么问题 陪同的大臣李斯对秦始皇说 楚国的车轴长度与我们秦国的不同 楚国的车轴短 因此道路也窄 我们的车太宽了 所以无法继续行驶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话以后说 占了六国的土地之后 下一步就要统一六国的度量横和车轴道路的标准 等到这些事完成之后 我们驾车到六国之地就方便了 秦权对后世的影响 秦始皇就有几千年的影响 秦国灭掉六国之后 秦始皇颁布了统一度量横和车轴道路的诏令 六国的度量横统一了 车轴的长短和道路的宽窄也做到了标准一致 这一措施极大的促进了秦代经济的发展 而秦权的铸造就是秦始皇统一度量横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秦代 权是与横配套使用的 它们用来称量物体 而横就相当于现在的称杆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秦代的横多为木制或竹制不易保存 因此目前还没有秦代的实物横出土 而秦权由青铜铸造 所以保留下来的比较多 尽管人们可以断定 当时的权和横也是利用杠杆原理来称量物体的 但由于没有实物横 因此无法考证当年秦朝人用权横称量物体时的真实情况 关于这个权子呢 我们看它的左边是一个木字旁 就说明了它和木有关系 那是说明了它没有一个蹭杆 它光一个蹭坨是没法权横这个重量的 但是考古发现里 因为这个木头的东西埋在地下几千年 肯定要腐烂 找不到了 权必须得有一个蹭杆 有定盘性 权呢越到一端的时候 它就分量越重了 这就是根据杠杆原理吧 力矩乘以力弊 所以说称脱身小牙签金吧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琴拳 重量约为二百五十克 专家将它与中国国内其他博物馆收藏的相同规格的琴拳做了比较 发现这些琴拳的重量相差非常小 由此可以看出 琴拳铸造的精度还是很高的 这要归功于秦始皇对青铜器铸造的重视 以及工匠的高超技艺 在中国战国时期 秦国要求在每一件铸造的兵器上 都要留下工匠和督造官员的姓名 如果兵器出现质量问题 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秦国统一六国之后 因为秦权是国家统一铸造的 并且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因此 它的上面仅注有秦始皇诏书的内容 并没有留下工匠和督造官员的名字 秦朝灭亡以后 接下来的朝代 虽然对同权做了一些改进 但大致都沿袭了秦权的制作工艺 以及管理方法 在中国民间 铜权除了有称重的作用以外 它还被当作吉祥物和镇宅之物 相传 民间搬家时 要先将铜权搬过去 造物上粮时 将它悬挂于粮上 寓意称心如意 人们压杖脚也用铜权 古人对铜权十分看重 因此 在汉语中就衍生出了 权力权势等词 中国东汉末年的著名将领孙坚 就为他最宠爱的儿子 起名为孙权 孙权后来成为中国三国时期 五国的国君 孙权这个名字就代表了 对权力和权势的追求 也寄托了孙坚对于一统天下的渴望 由于铜权在人们心目中 象征着权力 因此 他还被当作名气使用 中国古代许多王公贵族 用权来随葬 以显示其生前的权力和地位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 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件 琴拳 并没有太多使用过的痕迹 这表明 它是用来陪葬的 北京大学收藏的这件 琴拳 成为专家学者研究 中国琴带度量横制度的 珍贵实物资料 而它上面所著的名文 对我们研究琴带文字小传 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战国时代 这个文字最为混乱 我们现在北大很多研究 这个古文字的老先生 都认为战国文字 反而是最难研究的 一个字就有好多种写法 琴统一以后 它不仅统一度量横 而且把文字也统一了 琴拳上的转字呢 它就是在秦国统一六国以后 这个统一的一种文字 秦带小传在汉字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带有秦小传的传食品 却非常少 目前仅有泰山代庙内的泰山客石 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狼牙台客石等 而且这些客石 大都残损严重 而秦拳则是带有 秦小传名文最多的青铜器之一 秦大的小传呢 就写了很好的作用 秦始皇诏书的四十字名文 他们依笔画多少 高低错落 极富装饰性 虽然这些名文为英文 但其流畅婉转的笔画 仍然清晰可见 古意盎然 有专家认为 秦始皇本人对秦小传字体 十分喜欢 秦拳上的名文 可能是李斯 奎壮 或王婉这些书法高手 精心书写的 由史料记载 秦始皇当政时期 每天要批阅大量的 竹木简文书 这些文书加起来 有一百二十斤重 而他们却用各诸侯国 不同的字体写成 这严重影响了 秦始皇批阅的速度 出于对小传的喜爱 秦始皇平定六国以后 就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秦小传 这极大方便了人们的阅读 和书写 而带有小传名文的秦拳 就见证了书同文 这一重要的历史世界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 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 这件秦拳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它见证了中国古代 度量横和青铜器的发展 更体现出秦始皇 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